大家好,我是小刀 今天我们吃饭的时候 烙烙东北科 不对,不应该说烙烙 掰着掰着东北科 啊,把掰着 就干啥呀,瞅啥呀 你再瞅我,瞅你咋地 就这种子 这小啊 对,这一会儿吃饭干起来了 东北人起名 大家都想不到有多随意 花啊,草啊,香啊,缝啊 红啊,绿啊 大家都知道,我的原名叫刁结 这个是杨奶奶给我起的名字 我爷爷当初要给我起啥 刁花 花啊,草啊,花啊 这是红啊,那是香啊 红花香香啊 你看我爷爷起名 你说多糊弄 是不是重男轻女啊 没文化 重男轻女就这么乱给我起名 那杨奶奶有文化呗 起名叫刁结 杨奶奶有文化 这你爸的一文化 我杨奶奶给我起名 刁结,结白哈 杨奶奶就说了 小姑娘就叫刁结 小小的就叫刁 昆,昆是海里面油的那种大鱼 叫昆 多亏了杨奶奶,要不就叫刁花 那我爷爷查的是什么 查四点 嗯,四点 那我爷爷不会查呀 妈,你爷 跟你妈跟你爸有啥区别 哎呀,估计这名字不错 调话可以了哈 他带花草的,不也挺好 爷爷要是有文化 有一点点小学文化就不会上东北来的 不会上东北来的 那时候就在青岛了 我估计要有一点点文化就不会回大山的 是吧 这不是又跑大山了 这文化 这就是缘分 就像咱们看那乡村爱情里面的 说乡村爱情里面那名起的也真土 王老七排行老七 赵四排行老四 对,过去就了解了 刘能 谢广昏 谢大脚 我是谢大脚 那时候家里有喊 那是老大就喊 老大 老二 老三 老脚 没给你起个小名吗 东北原来起小名起啥 狗肾 狗蛋 那叫说 好养 好养 嗯 孟财 狗蛋 我奶奶没给你起一个这样的小名 你说实话 我不嘲笑你 没有 我真不笑你爸爸 我也没有 你真没有吗 没有 咱没有 妈妈你没有吗 我不告诉你 我咱们都喊我小猴 小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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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花 小猴 你看我们一家这三口 小猴 小猴 我小猴不是叫小猴 叫啥 叫鸭 鸭 鸭 鸭蛋 是吗 不告诉你 你老爷都喊鸭 鸭蛋 我爸不会有没有小名 你的小名叫啥呀 小猴 小猴 小猴